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是个一个可怜的孩子 三岁时 父亲上山打猎 莫丞相遇到了一大虫 不敌最终成了她的美食 母亲何事得知后 哭得死去活来 为了养活女儿和自己 何事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不过多难多累 都咬紧牙关 硬是将撑着过去 时间过得飞快 转眼就过去了五年 在这五年里 女儿也长成一个懂事的姑娘了 在家里可以帮上许多忙 洗衣服 煮饭 打理一切家务 有时候陪着母亲去夏天干活 只是何事多年来太过劳累 又超负荷的干活 身体很是虚弱 有一日 何事独自要去给水田除虫 突然晕倒在了水田里 当被闻讯赶来的村民抬回了家 村里的郎中看过后 摇了摇头说道 来迟了 向儿得知母亲婚离后 她害怕极了 每日与母亲相依为命 母亲就是她的天 如果母亲倒下来了 自己就成了莫的娘亲疼爱孩子了 蹲在墙角嚎啕大哭了起来 隔壁住着张屠夫 今年四十有余 平时帮人屠在牲畜 因为手艺不错 价格也公道 所以常常十里八乡的村民 请她去杀猪宰牛 日子过得还可以 她年轻的时候 许过一房媳妇 这个媳妇换仙 真是人如其名 尝得甚是好看 婚后一年 就生了一个女儿 叫玩儿 平时张图敷天 不亮就出门 太阳落山才回来 妻子生了女儿后 每日在家里带孩子 有一日 村里来了一个财主 带着几个奴仆 说是来找店户收租子的 她经过张图敷家门口时 正看到院子里带着女儿玩耍的仙 仙儿这粗布衣裙 但也掩盖不了她的美貌 那个财主 可是个好色之人 虽然家里已经有了几个妾室 但是 只要看到漂亮的小娘子 都会挪不开脖子 如今看到馅儿 自然就 经 虫上脑 不走了 几个奴仆自然知道 自家老爷的德性 为了讨好她 就想出了主意 让老爷上门讨水喝 然后 财主一听 正中下怀 便带着鸡人大摇大摆地进了院子 仙儿一现 有人来 便问道 这位老爷 请问您找谁 有何事 财主就可怜兮兮地说 自己来找这村里办事 口可难耐 所以来淘碗水喝 仙儿善良一听要淘水喝 正想抱着躺在摇篮里的女儿 紧物给她倒水 财主说道 这是你的孩子吗 尝得真是可爱 我家也有一个差不多大的孩子 不知为何 却整日里哭闹 仙儿说自己女儿可乖了 吃饱了就睡觉 平时自己趁女儿睡着了 还能多干些活呢 聊起来了 孩子 仙儿也放松了警惕 见财主开心地逗着自己女儿 便转身进屋到茶水去 莫承想 财主却紧跟起后 也进了屋里 雨断着茶水正要转身的仙儿 撞了满怀 仙儿发出一声尖叫 啊 财主赶紧扶住 差点摔倒在地上的仙儿 仙儿害怕极了 赶紧后退了几步 财主又上前 一把抱住了仙儿 突如其来发生的事情 让仙儿警铃大作 呵吃道 你要干什么 财主露出来了 真面目说道 老爷 我瞧上你了 仙儿大喊 救命 此时院中 传来了孩子急促的哭声 财主说道 你只要乖乖听话 让老爷我疼你 你的孩子自然会好好的 要不然 哈哈哈哈 仙儿看着面目如此猙獰的男人 害怕地颤抖了起来 听着外面哭得撕心裂肺的孩子 心里痛苦极了 一刻钟后 得逞的财主 大摇大摆就走了 留下抱着孩子失魂落魄的仙儿 此时的他欲哭无泪 傍晚时分 张图夫卖完肉回来 发现家里冷锅冷灶 女儿哇哇哇大哭 而妻子却以善不整地坐在床檐上 整个人看起来失魂落魄的 张图夫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抱起女儿 又摸了摸妻子的额头 一边问道 仙儿 你这是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别吓我呀 可是妻子却一点回应也没有 沉浸在自己的悲痛里 张图夫莫办法 只能先照顾哇哇哭的女儿 把女儿喂饱后 又哄着她睡着后 她又来到妻子身边 一边抱着她发抖的身子 一边安慰道 娘子 别吓我呀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仙儿缓缓抬起了头 失声痛哭了起来 就把下午发生的事情 断断续续说了出来 在仙儿的描述中 张图夫猜到了是谁 那个财主姓李 村里的田地 大都是他家的 每年来积赐村里 要磨收租子 要磨就是去店户家里抢抢 坏得很 张图夫家里没有租地 早年肩负亲攒了些钱 买了一些地 与他没失磨交集 但是他的为人 却是人尽皆知 张图夫气得操起杀猪刀 就要去宰了他 可是却被仙儿从后面抱住 说道 相公 他们才大气粗 咱们怎么斗得过 如果你出了事 咱们的女儿该怎么办 张图夫一想失啊 理财主家大也大 整日里有奴仆跟着 自己根本就进不了身 所谓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所以现在先安抚好妻子 等到以后 有机会再报此仇 第二天一早 家里的门却被敲得震天响 张师傅 张师傅 不好了 张图夫本以为妻子想通了 没想到 就在当天夜里 仙儿却投合了 被大清早挑水的妇人发现 赶紧来敲门 她实在接受不了这个打击 可是 看到怀里牙牙学语的女儿 她能怎么办 自己有个好歹 女儿怎么办 为了女儿 只能忍着悲痛 好好生活 因为与和氏 两家仅有一强之格 两家的女儿也差不多大 所以 和氏就自告奋勇帮忙带孩子 反正一个孩子要带 两个也要带 就这样 张图夫才能腾出双手 出去屠宰牲畜 赚钱养家 为了表示对和氏的感激之情 卖肉的同时 都会留一块好的肉送到和氏家里 和氏 张师傅 你也太客气了 咱们相礼相亲的 互相帮助不是应该的吗 如果每次你都送肉来 我都不敢再帮你了 这肉筋跪着 拿去卖了吧 见此 张图夫也不好再送肉来 就是逢年过节送一下 两家的关系维持得不错 后来香儿父亲上山没有回来后 家里的重货 粗货 张图夫都会去帮着做 两个孩子长得也好 平时都在一起玩 也很是懂事 就这样过了几年 莫承想 何时却出了事 此时的香儿 却成了孤儿 张图夫便把香儿借回家一起生活 香儿 别怕 以后我就是你爹爹 你和瓦儿一样 他有的 一定有你的 我们一家三口 好好生活 张图夫细声细语说道 香儿也懂事 本来两家走得近 互相取暖 早就希望张图夫做他的爹 如今娘末了 他只能依靠这个爹了 我知道了 谢谢爹爹 香儿说道 香儿与婉儿平时玩在一起 有时候张图夫回来的吃 还睡在一起 如今香儿有了婉儿的陪伴 也没有那么孤独了 婉儿也懂事 之前还喊何时干娘呢 虽然何时走了 也是很伤心难过 但是却懂事地安慰香儿 让她别难过 自己会照顾她 香儿姐姐 别哭 娘不在了 以后妹妹和爹爹照顾你 马儿安慰着说道 两个小姐妹互相取暖 平时张图夫出门干活 姐妹俩就在家里打理家务 洗衣服做饭 每天张图夫回来就有热乎乎的饭菜吃 如今要养两个孩子 张图夫更拼了 为了多买些肉 多赚点钱 早早就出门天黑才回来 有一日 张图夫回来的晚了 夜黑风高 张图夫走得急 她就是担心养个孩子在家害怕 寂静的夜里 静悄悄的 只有耳边传来 呼呼一风 还有乌鸦恐怖的叫声 突然经过一片林子时 从林子里窜出来几个飘悍大汗 在月光下 他们手上的刀犯着悠悠的寒光 张图夫心中一惊 完蛋了 遇上土匪了 怎么办 飘悍大汗大声喊道 大哥 我们兄弟想结个财 不想伤人性命 请配合一下 张图夫卖了一天的肉 身上还有买猪的本钱 如果被他们抢去了 明天就没有钱去买猪了 那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呢 所以并不想把钱交给他们 那几个飘悍大汗 见张图夫并不配合 便火拼了起来 虽然张图夫力气大 常年屠在牲畜 也有一定的刀弓 可是双手难敌四手啊 很快便站了下方 就在张图夫有些支撑不住时 土匪的长刀一下就砍到了他的膝盖 只听见张图夫一阵阵惨叫 他就被他们打到了地上 他们把他身上的银子全都抢走了 就跑了 张图夫痛的在地上打滚 他觉得自己不能就这样倒下 就在自己的离丝离块布料包扎止血了一下 咬着牙 一瘸一拐回家去 回到村室 也已经深了 才进村口 便传来振振犬吠 在张图夫听来 这犬吠听了 真是安心 终于回到村子了 心里紧张的心也慢慢放了下来 他见自己全身心血淋漓 这个样子回去肯定会吓到孩子们 而且自己这个伤也需要处理下 所以一瘸一拐敲开了村里陈大夫的门 你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快快躺下了来 当陈大夫看到张图夫的时候 看到他全身血迹斑斑 吓得声音都颤抖了起来 陈大夫接诊过那魔多的病患 像张图夫这魔重的伤 能够坚持到现在还真是意志力坚强啊 一个时辰后 陈大夫终于处理好了所有的伤口 他也忙得满头大汗 此时的张图夫也是痛得昏死了过去 第二日 张图夫醒来时 太阳已经升起老高了 他心中大叫不好 一个晚上没有回去 孩子们肯定急坏了 他赶紧爬起来 准备往家赶 哎呀 一阵阵疼痛感传来 陈大夫见张图夫醒了 走了进来说道 别动 别动 你这条腿 恐怕以后就瘸了 这个脚筋伤了 好好养着吧 后来陈大夫拆下来门板 又喊来几个村里的小伙子帮忙 把张图夫抬了回去 向而 瓦尔见爹被抬回来 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 哭着喊道 爹爹 您这是怎么了 陈大夫说道 别怕 别怕 你们爹就是摔倒了 腿给摔伤了 养鸡天就好了 张图夫看着两个孩子哭得跟花猫似的 安慰道 莫是 莫是 就是摔伤了 陈伯伯帮爹爹诊治过了 休息鸡天就好了 两个孩子围在张图夫身边 端茶倒水 又端来粥说要喂给他吃 张图夫看着女儿们担心他 心里也是暖暖的 觉得两个女儿真是贴心啊 说道 好了 爹爹只是腿受了伤 守末是 爹爹自己来 你们出去玩吧 姐妹俩懂事的说道 爹爹 你好好休息吧 姐妹俩一起去了院子 两人做起了家务 香儿去井里提水 不小心手一抖 桶掉了下去 他看着这个井并不太深的样子 便慢慢下了井 准备把桶捡上来 踩到井里 发现刚刚掉下来的桶 为何不现了 突然看到井壁有割洞 他想 会不会桶掉进了那个洞里了 他慢慢平住呼吸 从那个洞里爬了进去 发现这个井里真是别有洞天 在洞壁上有两个大字 银井 这里有山有树 梁亭楼阁 还有很多的金银珠宝 还有一处茅屋 屋前有个婆婆在编制竹篮 香儿看见老婆婆 便上前打招呼 问道 婆婆 打扰您了 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 婆婆看到香儿 也是很惊讶 问道 孩子 你是如何闯进来的 香儿只好把自己去井里打水 不小心桶掉了下来 自己是来寻桶的 可是下来了并没有看到桶了 婆婆沉思片刻说道 你帮我一个忙 我就帮你寻桶 香儿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说道 好 我答应您 您想要我帮你什么 说着婆婆拿出了一个篮子 说道 用这个竹篮帮我打些水过来 只有一次机会 香儿心想 都说竹篮打水 一场空 这个竹篮子洞那么大 我怎么能办到呢 不过还是乖乖听话 去不远的池子里打水 篮子就如心中想的一样 才走到半路就要漏光了 突然看到 旁边的地上有一只鲤鱼 奄奄一息 看起来想起离开水 有些时间了 如果不赶紧救治 马上就要被咳死了 来不及多想 他赶紧放下了篮子 弯下身 把鲤鱼捧在手心里 赶紧放到了池子里 那鲤鱼一遇到水 就大口大口 喝起来水来 然后在池子里转了几圈 就游到了连夜下面 嬉戏了起来 香儿看到鲤鱼得救了 心里也是很开心 便转身提起篮子 此时篮子里可是一滴水都没有了 她只能沮丧地来到婆婆身边 怯生生地说道 婆婆 对不起 我没能把谁打来 婆婆问道 怎么回事 香儿只好把刚刚发生的事情说来出来 婆婆笑呵呵道 真是善良的姑娘 等着 我给你去寻筒 不久之后 婆婆提来了一个筒 那个筒 就是自己刚刚掉下来的 香儿接过筒 高兴坏了 谢谢婆婆 老婆婆却说道 不 该感谢的是我 在老婆婆的叙述中得知 这个老婆婆 其实就是一条鲤鱼 她是观音菩萨连花池里面的一条鲤鱼 常年在菩萨身边 便羞了道 只是自己太贪婉 有一次 趁观音菩萨出门办事 偷偷跑了出去 化成一个帅气的公子 调戏良家妇女 正好被一个经过的云游道士看到 本就道行太浅的鲤鱼 一下就被打回了原形 观音菩萨的知情况后 很是生气 一怒之下 就把李渔精变成老婆婆 压在这古井之下 遇到能用竹篮打水人出现后 她就能圆满返回连花池 她已经在这个井里 待了几百年了 可是从来就没有人进来这个井里呀 她本以为自己就要在这里压上个上千年了 幸好香儿来到了这里 香儿虽然没有用竹篮打到水 可是她善良 能为他人着想 可以放下自己的事情 需求一条需要救治的鱼儿 金固在老婆婆身上的咒语 也顺利解开了 此时的她很快就变成一个英俊的男子 鲤鱼精圆满了 可以回去莲花池了 她很是高兴为了感谢香儿 送了很多好东西给她 装了满满一桶 香儿提着装满好东西的桶儿准备回去了 鲤鱼精说道 等等 这个冰魄蛋丸送给你 能解百毒 治百病 还有起死回生之小 你或许能用得上 香儿很是感谢道 多谢 大仙 我们家的日子过得太苦了 这下好了 我爹的身体就有救了 香儿告别了鲤鱼精 提着痛原来返回来了 就当她出了引颈 后 再回头看的时候 那个壁动已经不现了 她想起鲤鱼精说的话 出去后 不要与任何人谈起这事 而且 这里不是谁都进得来 谁都看得现的 须与有缘人才行 香儿觉得自己就是那个有缘人吧 很快就爬上来井口 瓦儿着急问道 香儿姐姐 你跑哪里去了 我一直找你呢 香儿笑着说道 莫师啊 刚刚去经理监筒了 说着就把瓦儿一起拽进了爹爹屋子里面 当瓦儿看到桶里的东西时 锦吸了一口气 问道 这是什么 哪里来的 香儿说是从井里捡来的 说着拿出了那里冰魄丹丸 说道 爹爹 女儿这里有一粒药 可以治百病 您快快张嘴 张图夫看着香儿手中的那粒药 长得晶莹剔透的 怎么看都不像是药丸 倒像是珍珠宝石 不过她也没有多说什么 张开了嘴巴 香儿就把药丸放了进去 张图夫觉得这东西真是奇怪 入口后自己都顺着喉咙而下 直接就到了丹田位置 不一会儿功夫身上变暖化了起来 原来的刀伤全都不疼了 原本膝盖筋骨伤了 钻心的疼 如今 貌似恢复如初了 不仅不疼 而且还能下窗走动了 她解开了包扎止血的布条 发现那些刀伤全都愈合了 张图夫问道 香儿 这磨神奇的药哪来的 香儿只好谎称自己下井去捡桶 顺便捡来的 张图夫沉浸在自己身体痊愈的快乐当中去了 也没有在乎香儿说的是真还是假的 香儿同理 装的都是珠宝 金银 随便一样拿去卖了 都能换到很多银子 为了安全 张图夫决定留下一些 其余的全都买起来 以后以备不时之需 休息几天后 张图夫便拿了些东西去城里当铺 做了死当 换回来许多银子 在之后的日子里 他们家的日子过得宽裕了起来 时间过得飞快 转眼香儿就长到了16岁了 这个时候的女子都已经开始论婚嫁了 所以比玩大了一岁的香儿 每天都有人嫁来相看 香儿姐姐 你想嫁给怎么样的人做我的姐夫啊 娃儿问道 香儿也不知道 但是她觉得人一定要好 疼爱她 没有不良嗜好的男子 就如爹爹一样 负责任 顾家的忠厚男子 不过那些媒婆介绍的男子 都不是香儿想要的 因为那些男子 就是冲着香儿的美貌来的 她觉得这种婚姻最不靠谱 她一定要找个疼她的夫君 以后能与她举案其美 白头偕老 有一日 香儿去给村里往奶奶家送吃的 在村口看到一个全身脏兮兮的男子 晕倒在地上 香儿善良 并不会介意像个乞丐 就不出手搭救 她上前叹了叹她的鼻息 发现呼吸正常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人事不行 她大声喊道 喂 这位小兄弟 你这是怎么了 那个人 一动也不懂 他学着陈大夫的方法 给他按了按人钟 不一会儿 那男子还真是醒了 香儿问道 你这是怎么了 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那个男子说自己太饿了 姑娘 您能给我些吃的东西吗 香儿身上可有墨吃的 只好带着那个男子回家 他们一边走着 一边就聊了起来 原来男子叫方唐 老家发了大水 家园都没有了 为了活命 举家逃难了出来 在路上 父母却不小心染上了瘟疫 都不幸病逝了 后来自己便一路乞讨 在城里 乞丐都有组织 自己独自一人 常常给他们欺负 常常几天都讨不到东西吃 就算讨来了 还是会给其他乞丐抢走 都已经几天末吃东西了 为了活命 想着到各个村里乞讨 不想这才到了村口就饿倒了 很快香儿就拿出了几个窝头 和一碟子咸菜 给他吃 那男子看着食物 两眼冒着金光 便狼吞虎咽了起来 风卷残云般 一会儿功夫 就把几个窝头吃了金光 不过方唐也不愿意白吃这些窝头 他拿起来斧头 就在院子里 把柴火全都劈好 并整齐摆在墙角 张屠夫得知了方唐的情况后 也是觉得可怜 又见他懂得感恩 勤快 眼睛干净明亮 就想帮帮他 说道 小伙子 我是一名屠夫 你愿不愿意跟着我做个屠夫 方唐无价可归 四处乱窜 如今有人愿意 交自己手艺 高兴还来不及呢 大声说道 愿意 师父 托儿这乡有礼了 就这样 方唐就留了下来 每日跟着张屠夫努力学习 他从不喊累 忙前忙后 很是勤快 几个月后 方唐自己把张屠夫的手艺学了个七七八八 常常两人一起出去干活 刚开始张屠夫煮刀 方唐打下手 后来是方唐煮刀 张屠夫打下手 再后来 方唐便可以独自屠宰生处了 自从方唐来了后 整日离与香儿相处 两人也是擦出了爱的火花 婉儿看在眼里 姐姐 你真的喜欢上那个方唐吗 香儿脸一红 害羞道 婉儿 你觉得她做你姐夫可好 婉儿说道 可以 方大哥勤快 懂得感恩 如今有独自一人 如果你们成婚了 必然就住在家里 这样我们就不用分开了 婉儿的想法确实有些古怪 她觉得自己爹爹 只有自己一个亲生女儿 所以她早就想好了 以后自己找乡公事 一定要找个愿意上门的男子 这样自己就可以好好照顾爹爹了 其实香儿也是如此想的 她才不想嫁出去 如果自己嫁出去了 就不能照顾爹爹了 如今与方唐成亲 就可以住家里 隔壁屋子常年都有修缮 那堵墙早就被自己拆了 两家已然成了一家 如果自己成亲了 就可以搬到原本的屋子居住 不久之后 香儿便与方唐成亲了 张屠夫太高兴了 大白言习 村里人都来祝福 吃酒席 那场面真是太热闹了 婚后夫妻很是恩爱 方唐每日出去杀猪宰牛 卖肉 很是勤快 她很懂得珍惜眼前的生活 每日起早贪黑 日子过得甜蜜 不久之后 瓦儿也找了一个男子成亲了 那个男子家里孩子多 尤其是男娃 表示愿意做个上门女婿 就这样 香儿和瓦儿姐妹亲身 每日还是生活在一起 照顾爹爹 张屠夫见两个女儿都成了家 心里也终于松了口气 自己报仇的事情 也该计划起来了 就在张屠夫思考着 如何去报这个仇的时候 却传来理财主死了的消息 原来这个理财主 年龄大了 力不从心了 可是还死性不改 常常流连花丛 吃了很多 猪 新的 药物 莫成想 却死在了寻花的路上 听到这消息 城里的百姓 高兴坏了 有的百姓 敲锣打鼓 庆祝了起来 张屠夫得知 李财主死了 虽然也高兴 但是又有点失落 毕竟莫死在自己手里 总觉得有些不快 邀请大家 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婚后丈夫行为怪异 妻子夜里爬窗偷看 吓得慌忙逃走 古时候 有一王园外在家宅办寿宴 宴席进行到一半 重兵客忽然变得呆若母鸡 紧接着园外女婿身体之中 便蹦出了一只半人高的黄鼠狼 黄鼠狼站在院内 指气使命令族人钻入重兵客身体之中 千军一发之客 忽有一幻影飞来 一招勤住黄鼠狼 黄鼠狼动弹部的嗷嗷之叫 再一看 刚刚幻影不是别人 正是城中有名的小木匠谭黑犬 谭黑犬望向站在一旁 一动不动的园外女婿刘永年 又转头 看向黄鼠狼问道 你究竟是如何混进王家的 还不快速速招来 黄鼠狼冷冷一笑 刘永年若不贪心 我还没这么容易混进王家 说起刘永年 还要先说说王园外的小女儿 王粉黛 年方二八 生的是陈于落雁 碧月羞花 王园外有意让王粉黛 嫁给另一个园外之子 但王粉黛有自己的思量 死活不肯嫁 王园外莫办法 只好任其作为 这天王粉黛同是女到湖上泛舟 归来之际 忽然电闪雷鸣下起了瓢泼大雨 王粉黛和侍女二人 吓得慌忙朝着树林而去 却没想到林中昏暗无比 更是伸手不限无止 二人相互搀扶在林中走走停停 找不到前路 亦找不到来时的路 就在这时 又一道闪电亮起 二人眼前一亮 就见此时身在众树之中 面前大树之上 似乎还由一人影晃来晃去 小侍女鸦的大叫一声 紧紧捏住王粉黛的胳膊 颤颤巍巍地说道 小 小姐 那树上好像有个人 她是不是死了呀 我看她在飘来飘去 好瞎 小侍女话还没说完 吓得眼泪汪汪 王粉黛拍了拍小侍女的胳膊 好声安慰了几句 一双眼睛死死盯着前方 一闸不闸 半课钟后 又一道闪电亮起 王粉黛这才看清 前方大树之上的却吊着一人 只不过 这人被困在王底 不知死活 王粉黛下意识向前摸索走去 走到大树跟前 她赶忙开口呼唤道 有人吗 你还好吗 连连问了好几遍 树上之人 这才有了动静 只听那人呜呜两声 嗓音低哑说道 救我 救救我 紧接着 那人声音又消失不见 王粉黛二人 不知树上所为何人 不敢轻举妄动 便蹲坐一旁等待天明 待第二天天一亮 王粉黛和侍女二人 赶忙前去 将树上之人救下 这时方才看清 此人眉目俊俏 鼻梁高挺 好一个俊儿郎 见此男子面貌 王粉黛羞得脸通红 但也不敢耽搁 连忙捧起雨水灌入男人口中 不一会儿 男人咳了两声 这才醒了过来 王粉黛垂眸问道 这位大哥 不知为何你会在此 男人不着痕迹地打量啄网粉黛 见其虽然狼狈不堪 但身上的衣服确实价格不菲 就连身边的小丫鬟也是如此 男人沉默片刻这才说道 说来惭愧 无意在林中迷路 不小心走进了猎人陷阱 就掉在了树上 这个地方人即罕至 呼救许久无人来 多亏姑娘相救 不然刘某恐怕是性命堪忧 男人自称名叫刘永年 是个穷书生 空有一身才华 却无处施展 王粉黛听闻男人的故事 连忙好生安慰道 刘大哥莫伤心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我相信你一定有出人头地的一天 就这样 王粉黛在其家中照顾两日 方才离去 团团两日相处 又是孤男寡女 二人心中早已种下情果 只不过有人真心 有人则是另有目的 这边王粉黛前脚刚走 便有几个壮汉 抄着家伙事将刘永年的家砸了 刘永年下的跪倒在地球饶道 大哥 求您挺手吧 我也就剩这些东西了 我保证三个月内将债款还清 未首的大哥 邪逆刘永年一言 上回说三个月 这一次还说三个月 下回若再不还 就不是掉在树上那么简单了 说着 未首的大哥带着身边鸡人 晃晃悠悠悠离去 到了门口之际 忽然扭头对刘永年说道 别怪我莫提醒你 刚刚那女人不简单 你若跟了她 还筹钱吗 刘永年贪作在地 自己这般不堪 又怎能配得上 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 虽然她也想靠着千金小姐还债 但身份悬殊 她何得何能做到 刘永年无力地站起身子 将万七八糟的屋子收拾了一下 便准备躺倒睡一觉 哪只刚掀开被子 里面却忽然钻出了一只半人大的黄鼠狼 在瞧这黄鼠狼身子直立 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她 宛若一个人似的 刘永年被这黄鼠狼吓了一大跳 大叫着就要往外跑 然而大门却猛地一下关闭 她只能缩在一边一栋不敢动 刘永年的行为逗得黄鼠狼哈哈一笑 片刻之后 黄鼠狼进口吐人言说道 刘公子你莫要怕 我并无害你之意 你若想进王家 我可以帮你 但前提是你得配合我才行 刘永年愣了愣 你 你怎么帮我 黄鼠狼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只要你让我占用你身体一段时间就行 保证让你不仅还了债 还让你进了王家门 刘永年私存片刻 便答应了下来 紧接着黄鼠狼朝刘永年身上一扑 瞬间融为一体 黄鼠狼带着刘永年的身体来到王家 花言巧语引得王粉黛笑得花枝乱颤 更是将王源外轰得一愣一愣的 不出半月 刘永年和王粉黛二人变成了亲 这黄鼠狼为何如此热心要帮刘永年呢 不是他乐于助人 而是与王源外有着天大的仇恨 四十年前 王源外为一己私语杀害他族人 如今又靠着善良收获人们的爱戴 实在是可恨 黄鼠狼在王家的每一分每一秒 都想要接近王源外 但不知为何 王源外身上总是有一股威压 让黄鼠狼即使用刘永年的身体 都无法靠近 这一天 王源外忽然派人送了一张梨花木床 王粉黛现的梨花木床十分欢喜 王源外更是笑道 这梨花木床跟了我四十年 如今我最小的女儿成嫁了 我便把这床送给你们 护你们周全 同时也祝福你们二人白头偕老 黄鼠狼瞧着这床不妙 靠近他使黄鼠狼能感应到 有一股金光袭来 若非刘永年身子壮硕 恐怕早已被谭妃 陷了木床 此时黄鼠狼也渐渐明白 他为何不能靠近王源外了 但这床他是万万不可靠近的 同时他也不想这张床在保护王源外 便想了一妙计 每天带王粉黛睡后 黄鼠狼都会小心翼翼来到木床跟前 一点一点注入黑气 不出半月 王粉黛频频生病 床也开始出现裂痕 王源外见到此情此情有些意外 黄鼠狼见时机到来 连忙操控刘永年身子 来到王源外面前说道 岳父 这床恐怕与粉黛并不契合 自从粉黛用了这张木床 频频生病不说 而且岳父大人 你也总是倒霉不断 会不会这张木床的作用 已经消失了 王源外听闻此言 忽然想起多年前老木匠说的话 床断在扔 其中庙用几十年后方知晓 如今这床已有断裂之想 许是时候到了 王源外望着这床叹息良久 终是摆摆手让人扔了出去 没了木床 黄鼠狼在王宅之中肆无忌惮 这天夜里 黄鼠狼从刘永年身体中钻出来对其说道 过几天便是王源外大寿 你去找一滩好酒送给你岳父 寿宴结束之后你的任务就完成了 刘永年不知黄鼠狼在打什么算盘 本想开口问一下 却被黄鼠狼一眼瞪过来 好奇心害死猫 你要想活命 就不要多管闲事 说着 黄鼠狼朝屋外飞奔而去 不一会儿 一个人影从另一边悄悄探出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王粉代 刘永年的异样 王粉代早有察觉 总是睡到半夜时 不见刘永年在身旁 一开始刘永年说是起夜 但时间一长 王粉代便有怀疑 一位刘永年在府中有了新欢 这一天才故意没睡 待刘永年出门后 便悄悄跟了出来 没想到却在门缝中见到这样一幕 王粉代住时被吓坏了 不知刘永年和黄鼠狼之间有何重够当 正准备前去询问的时候 王粉代忽然感觉背后一痛 扭头一看 身后站着一只黄鼠狼 黄鼠狼挥着利照一跃而起 紧接着王粉代便失去了一失 黄鼠狼利用刘永年在寿宴上打开那弹酒 将重兵客迷晕 眼见计划得逞的时候 却被突如其来的木匠弹黑犬破坏了 黄鼠狼此试探倒在地鳄狠狠地盯着弹黑犬 臭木匠 要不是你 我的计划早就得逞了 王守得他罪该万死 你凭什么阻拦我 木匠没有说话 反而是看向王元外 王元外叹了口气却是说 害你两位族人 我有错 可我以为他们立碑 更是做尽善事 我已无罪 黄鼠狼却是哭道 好你个王守的 你为一己私欲迫害我族人 你所做的善事 怎么能抵过两条生命 你我恩怨 怎可能一笔勾销 说吧 黄鼠狼体情忽然长大一倍 紧接着身上被弹黑犬缠住的磨斗线 四分五裂 而黄鼠狼也不顾身上的伤 弹跳而起 一跃来到王守得面前 立着一挥便朝其要害袭去 然而黄鼠狼还未碰到王守得分好 便被一道金光弹飞而去 此时黄鼠狼不可思议地望向王守得 见其身上金光四射 一股威压感 直击心头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的床不是斗 可饿你这个臭木匠 竟然把床修好了 大愁未报 黄鼠狼怎得死心 立着一挥又是一击 然而却是屡战屡败 不一会儿黄鼠狼便瘫倒在地 扭头 挖呀 一下口吐鲜血 一旁谈黑犬见此情景 不禁摇头叹道 渊渊相报何时了 王元外四十年前 害你族人自然有错 可其如今善事做尽 更有梨花木床滋养 你根本伤不到他 还会把自己的性命搭上 你又何苦未知 再者 时间过去了那么久 说不定你两个族人也早已轮回 黄鼠狼捂着心口 喘着粗气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 你已修炼千年 一句不甘心 你便要毁掉你千年吗 人故有一死 如今王元外六世 最多三十几年便要离开人世 你若在此时将其杀害 为你族人报仇 那么王元外的子女 亦会找你寻仇 世世代代 寻仇不断 这世间又该如何安宁 谈黑犬劝道 想到此 黄鼠狼陷入良久沉思 好一会儿 王元外才说道 我的所作所为 不日之后会告知天下百姓 若你要取我性命 我跟你走便是 只希望你莫要牵连我的家人 王元外缓缓闭上眼 在睁眼时 哪里还见黄鼠狼的身影 一问小木匠才知 黄鼠狼中是放下仇恨离去 受焉过后 王粉带留永年二人 重归于好 而王元外将自己从前犯下的错事 一一告知百姓 百姓意见不同 但此时的王元外 已经不在乎了 至此 一场寿宴闹剧结束 而属于王元外和黄鼠狼之间的 仇恋真的结束了吗 这便是后话了 总之之后的王元外 是一响天年 无忧无虑 王家一家人 都过得十分幸福 谭黑犬件事情解决 便准备拜别王家 继续前行历练 却被王元外一把拉住了 王元外民人递给谭黑犬一箱东西 打开一看 竟是白花花的银子 谭黑犬连忙摆手说 不能要 谭木匠你就收下吧 你既为我修了床 还助我躲过劫难 我女儿和女婿更是因此重归于好 你功不可没 我应当感谢你 王元外说道 谭黑犬确实笑道 这银子我万万不能收 你若真想感谢我 便在我衣服上写下你的名字 王元外不知为何 但谭谭黑犬说得真诚 值得照做 戴琪在衣服上写下名字后 一道金光闪过 这一瞬 谭谭黑犬感到周身轻快无比 出了王家宅院后 谭黑犬继续向东而去 转角之后 额头的痣忽然撕心裂肺的疼痛起来 谭黑犬捂着额头痛苦大叫 不一会儿便昏了过去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